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集的主题是逢迎伯托 历史没有如果 只有教训 但中国人即使是有读历史 鉴古资金 但却没有吸取教训 于是奸令之徒 逢迎伯托 逢君之恶 逢君之辱 和国殃民 一代比一代多 一代比一代恶劣 看看今天香港群摩乱舞 历史不断重演 逢迎有奉承 巴结 献味 讨好 潜味 迎合 阿虞的意思 对象当然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 出处就是欲台新泳 古斯为朝中轻妻作 其中一句 身负式马声 聂理相逢迎 即是初归心托 听到马的声音 就知道老闆回来了 于是聂理相逢迎 孟子告子下篇 掌君之恶 其最少 逢君之恶 其最大 逢君之恶 心未法 神以鲜美逢迎 而道君为非 故弱最大 逢君之恶 即是迎合昏庸的执政者 引他去做坏事 说到这里 我就想起一个历史故事 池苑重读 引这个池筒记载 有人挖地 发现宋高宗赐给岳飞的召书的黑石 明代的文精明读了之后 他认为抗金名将岳飞被杀害 是最无辜 堪恨又堪悲的冤案 他指出岳飞被害的原因 其实是宋高宗召寇怕中原恢复 徽阴二帝 回来 他自己皇帝也没得做 文精明 因而填了手 满光雄 认为 区区一个秦惠 是无能力自恶非于死地的 言下之意 就是宋高宗 才是冤案的制造者 这个满光雄 这一首词是这样说的 忽是残碑 戚非治 依稀堪毒 与当初已非何重 后来何酷 果是功成 申合死 可怜是去言难熟 醉无端 堪恨又堪悲 封波玉 喜不念 丰姜畜 喜不念 徽阴玉 但徽阴既返 此身何熟 千载幽谈 难道错 当时自怕忠远复 笑区区一溉 亦何能 逢其玉 即是说 要杀岳飞的是宋高宗 秦惠只不过是逢其玉 迎合这个宋高宗的意思 文征明 满光雄这首词的意思就是 岳飞之所以被杀 南宋之所以乞和 秦惠只是区区一个神子 负主要责任的是宋高宗召寇 召寇偏安一如 不思收复失地 怕的就是忠愿恢复 徽阴南归 他的皇帝就没得做 所以装作幽幽寡断 让那位投靠金国的秦惠 在朝廷上大放和以揭示 为自己这个耐心 是不愿意收复失地的皇帝去背锅 香港也是败在那些逢中共之恶 逢中共之欲的卖港奸财手里 多谢大家收听本节目 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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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